人家就觉得你不是台湾人 所以就想尽办法 就是整天看人家嘴型怎么讲中文 然后学人家 学台湾人讲中文 就是要 而且不到最后一刻 我绝对不会说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我觉得因为你们在台湾 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比较高压嘛 对 因为他们会说 你是什么人 就会很在意你是什么人 反而就在美国 因为大家都大量感 就全部都是荣辱啊 就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啊 费力拼你什么一大堆 所以我们那边比较不会说 就是第一时间看你啊 就会觉得你应该是什么人 或是什么人 但是在台湾的话 因为你讲话 人家就知道你是不是台湾 还是不是台湾 还是你有一些习惯 他看起来你很怪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 你不是台湾 而且会直接当面说 然后会有一种歧视的感觉 其实就讲清楚 就是歧视 就是歧视 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在歧视 对对对 严喻 会让我们觉得说 欸其实在排斥的 你是排斥的 对对对对 我会特别说 在台湾压力比较大 是因为 其实我们成长的环境 就是把西把阿龟 那是一个 就像他说的一个大人 刚刚你要 在美国也是 就他会接受任何族群 黑人 moreno 白人 亚洲人 任何肤色的 我们都是成 生长在同一个环境 那 回来台湾就会有点压力大 因为只要一点点不一样 他就是会开始 评投论俗的这样子 所以在台湾是比较 压力比较大 那中文很好 中文会听懂 我真的没有听懂 刚才说 你还就巴拉圭的脸了吧 我这个华侨都不会成语的 巴拉圭是真的还是有 纯英迪然人的 所以我们从小的成长环境 就是一个包容性很高的地方 不管巴拉圭或巴西 所以在长大成年之后 回来台湾 其实我们承受的压力 是蛮大的 来台湾读大学 就直接去找个足球队 你觉得比较能够 对 原来也都有很多国家人 韩国 日本 然后有种美的那些 所以大部分时间 都跟足球队混在一起 所以你只有踢球的时候 可以忘掉一些 对 所以你刚喝了 叠叠叠什么感觉 好跳动 跳跳跳 这个不是 这个很棒 这不是对的 因为老实说 这是那个什么 Argentina的 这是什么 Mate Cossido 这是Mate Cossido 这是Mate Cossido 它是给住那个Cossido的 所以它偏苦 它放一点Legge 然后再放一点阿蘇白 我还没喝 我也要喝 好喝 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吸 但是就 没有想象中 就是本来以为会很浓 很浓 嗯 可是已经有小时候的回忆了啦 有吗 对不对 我还没很奇怪 你那什么脸 我也是这个脸 对阿 但是我也是这个脸 就是 不像 它是觉得不像 但是 这已经是淡的喔 如果是真正叠叠叠 是很浓郁的味道 其实它就是 它有点像 有点像干草茶 有点点 但是它 青草茶 有点点青草茶 然后 但是因为青草茶都甜甜 但是它是 完全那个青草茶 如果只剩下苦 的那个 青草茶 但有点回甘是真的 有点回甘是真的 好下一题 然后下一题 语助词 喔 就是到现在还有哪些巴拉贵的语助词 你们还忘不掉的 一定就是想脱口而出的 写了阿 写了阿 那是什么 阿像我们对阿那种 就是叫阿拉巴 那写了有什么意思 那写了有什么意思 有点像那个智利 尾巴会加一个 波 就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一个音 但写了阿是三个母音的 对三个音 三个C辣 对 怎么用吗 那是有意思 那是外人的 像如果刚刚那个 大家都没有归属感 然后我就可以说 C写了阿 就可以这样写了阿 就没有意思 它就是个拉巴阿欧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尾音 对 但是舍弃不了 这真的是这个意思 舍弃不了 那你有吗 呃 我是比喲 比喲 然后就像我要跟女朋友 他说你是 你是那个小鸡吗 小比喲比喲 我也是很想 是什么拉 比喲 然后他说比喲是什么 比喲或比狗我也是蛮难 比喲跟比狗 它有一点是 也是拉的意思 可是有点在问句 比如说鸡比喲 或是 什么拉 打罗咕比喲 打罗咕比喲 比喲 就是那个比喲很难 很难舍弃 不是 可是还有的吗 的 就是不听过 对 就是阿根廷叫我说 切 你有听过吗 阿根廷会叫人家切 切无路哦 切无路哦 那我们会说 我们会说 的无路哦 我们会说的 的 的 对 NVA 类似你们叫DOD 你知道吗 对 那你有 你还有包吴的複子吗 没有 就超过分 他已经被 自立啊 美国 我从街跟布偶都有 我刚 他说 好酷哦 这种 噗 噗 噗 只是在家里 他猜会什么 在外面 在外面 我就说 没有啦 就其他听得懂 西班牙文的 我要说给歪 大家都听得懂 我以前在那个 国外业务的时候 就给歪 大家都听得懂 OK OK 就只能取舍自己的母语 你知道吗 OK 你要坚持到底啊 那人家说什么意思 你给我学美 噗 还有 DOD DOD 就是 你这个白痴 DOD DOD 但是这是瓦蘭利吧 对 OK 我都在想 他们全部都是 都是瓦蘭利 都是瓦蘭利 但是他们的白痴不是 賣的白痴 是有点 开玩笑的 嗯 其实巴拉贵没有真的很 offensive 对 所以他 他教很多脏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靠巴拉贵输得很特定 因为我们太温和了 对 我们没有那么的 攻击性的话 我们都是好笑而已 你们原本知道在西班牙 Coger 是拿东西 知道啊知道 我知道 然后你们一开始有觉得 哇 没有 没有 对对对 因为我校长就会Coger 然后你一开始有觉得 Coger Coger 那我们上次说 那Coger呢 我老公就说 那你们Coger 是再一次 再Coger一次 我说没有Coger 就不是那个一次 我要跟他解释说 我们的Coger 是有点 大玩笑 对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混啊 C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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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是这样吗 我没有讲错嘛 然后他就笑 因为Coger 在西班牙就是我们的Coger 哦 OK 下一集 好 哦 这个真正你了 对那就是他在过去 錄这些西吻不同的集数里面 有没有讲错 什么八哥的用词 八哥的用词 我有讲过什么八哥用词 是错的吗 有 之前不是说什么 一婆娜 一婆娜是什么 漂亮 他突然前面加一个 哦 一婆娜 哈哈哈哈 我有一集 就是人家说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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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其实八哥可以回答说 我那一集是说 我一婆娜 然后其实我一婆娜 我讲错了 那个是说人家长得漂亮 或长得帅 或者是很好看的意思 那其实要回答人家说我很好 要说一婆娜 就好了 哦 不能加哦 不能加哦 好 前一集还不知道前前几集吧 说一拳 给一拳的那一拳 哦我忘记Sogo是一拳 哦 我说没有 我说我们没有一拳的说法 但其实是Sogo See 对啊 下一个 好 来台湾后的习惯跟不习惯 这一题他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他一直住在美国 他是刚回来 因为在美国他们可以 work from home 反正觉得没差 那就回来台湾探亲 然后在台湾工作也可以 所以他刚回 逃难 他刚回来 差不多几个月而已 三个月 那你这三个月 你觉得台湾的喜欢的地方 到目前 其实我觉得台湾 跟十年前台湾也不太多 真的吗 所以你像上次 好像是十年前 没有啦四五年前 四五年前 但是我觉得他最多的是 四五年前 因为我觉得十年前 我觉得台湾都很 很友善很热情 嗯 对 但现在反而就会比较少 冷漠一点 对比较冷 嗯 我是觉得北部特别冷漠 你要是往南一点就比较热情 对对对 我都在哪 我都在北部 但我觉得不能怪大家 因为大家其实生活压力蛮大 嗯 顾自己都来不及 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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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我们讲话越来越 就是屁孩越来越高级 对对对 生活形态其实跟美国 不会差太多了 嗯 差蛮多 差蛮多的吗 便利性对不对 对便利性就是 就是缴费啊或者什么都很好便 便利商店就好 便利商店 然后到处都是便利商店 到处都是便利商店 那美国比较难 嗯 你要办什么东西都可以 所以邮局啊 对 邮局就是邮局 邮局就是邮局 然后便利商店 你去缴电费 你就是一定要去缴电费 哦 比较没那么忙 电信你就一定要去电信 嗯 不能去台北南 所以比较麻烦 对 南美应该也是这样 但是南美有一个 有一个 你们说我漂白水家 叫什么 叫Dia Dia 然后那个 交费也有另外一个 叫Dia 家里要缴任何费用 Dia Dia是多功能 Dia就是便利商店 真的 会不会有观众 不知道说 你以为真的以为家里会有阿姨 就是妈妈的姐妹都住家里 没有我先澄清一下 呃 我们在那边雇一个 佣人的话非常便宜 并不是说我们家要特别富裕 就有佣人 不是是我们很中等的家庭 就可以雇一个佣人 那那个佣人 因为我们从很小就是跟着她 所以就叫Dia 所以Dia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玛丽亚的意思 对 我的部分是天气 其实我觉得台湾很潮湿 就是我很喜欢晒太阳 可是我就是在台湾晒太阳的时候 就觉得一下走出去 就会觉得湿湿 嗯嗯嗯嗯 就算晒着太阳 然后她还是慢慢在渗出油 是汗嘛 跟着油 真的很油欸 其实巴贵也挺潮湿的 是吗 就觉得你这么快啊 我那场流鼻血 因为太干了 你那个不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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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在家里 吃中药 太多了 太苦了 对 我也是 因为太潮湿 导致我来台湾变有汽车 我小时候没有汽车 你呢 还有什么不行 15吧 嗯 你来几年了 十几年了 没有 是习惯还是不习惯 不习惯的 哦 你是要每天吃满肉干 哈哈哈哈 白饭 不是很习惯 而且白饭都太软了 对对对对 哦 他喜欢吃一粒一粒的 现在还是吃一粒 软的 我实在是觉得很难吃 超难吃的 很难吃 你还不习惯 不是你还不习惯 十几年了 这都吃内脏鸭 哦 怎么跟我老公一样 是完全一请大家共鸣 他饿了 那一招 我不行 大肠 大肠 我不行 鸭血 鸭血我也不行 我鸭血很好吃啊 我现在可以的是鸭血 然后大肠也可以 肝累了 肝肉猪肝 肝肉猪肝 肝累了我OK了 然后 没了就这样 鸭血 鸭血 我们也吃鸭血 鸭血 我巴西吃鸭血 鸭血我只有烤的可以 其他鸭血 鸭血 你们到现在会不会还想比人家这样 我一开始 对对对对 然后还会想要比人家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会想要比人家 对对对对对 一开始 这个会这个比较会 这个会对不对 而且这个就是什么 我 而且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国际 但是我发现台湾之后 其实没人看 没人看这种 但是我一直以为是国际语 还有 我这样子的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 是因为他一开始这样的时候 我以为 因为我们叫 就盖牙这样会 这样 然后就 欸你的拉链开开关关 开开关 怎么又歪了 感觉又歪了 因为 因为欧洲的好吃 他们会这样 不是 或这样 但是我左右滑 他就觉得 是不是有别的意思 但是妈哥 我们叫人家闭嘴 我们会这样 我们会 可是在这边没有人这样子 所以就没有人这样子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喜欢 就是人家喷气的时候 我都喜欢说 SALU 所以之前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都会说 然后我朋友说什么 你要跟我干杯吗 哦 你习惯了还有啊 还有喔 除了吃的还有 交通啊 哦 交通不是比较方便吗 带转啊 哦 那是你有轻车 通车 对啊 还有圆环 还要 还有红绿灯啊 有什么鬼 其他雷尖也有红绿灯吗 在圆环 哦 圆环通常都只是 其他雷尖没有红绿灯 对啊 没有 很傻 其他雷尖红绿灯会被偷走 对 对 红绿灯会被小冬拔走 因为里面都会有一些东西 可以卖 我们取舍不了 台湾的地方就是 娱乐性很多元 这是我们回巴拉圭 不可能拥有的 没有但是有一个东西是 就是 就是你回巴拉圭 就是替代不了的东西 什么 安全 哦 对 这是最主要的 你回去的话就是你要担心 打多人 就是小偷 然后你还要担心警察 对 对 在巴拉圭小偷你要担心 抢匪你要担心 警察你也要担心 他们全都是要你的钱 而且我们长了一副东方人脸就是 欠情 没有了 皮管机ATM 就是 就是 我们在开车前面就警察就来停下来 对 有一次我就是 带朋友去巴拉圭玩 然后刚好晚上 然后想说明天再过来半入境好了 为什么 就直接过境了 然后警察就在前面拦下来 然后看我们护照一些 然后我后面两个朋友刚好没有盖入境 然后我有拘留症和身份证就给他看 所以他没事 然后警察刚好有三个 所以他就说 你有什么没盖入境 然后就进来 嗯哼 然后我跟 我爸看了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回去盖好不好 他说不行你已经入境了 我有全力把你们赶走 让你们永远不能进巴拉圭 然后呢 然后我爸说 我给你钱了 把我们放走 50块太少 你看我们三个人 50美金 对 然后后来就 一人100块美金 这样子 好厉害喔 政府关于也很黑暗啊 我们拘留症 就有身份证 但是还要有一个拘留症 因为没有规划 那时候我也是 要去办入境而已 他说你的拘留症过期了 他把我交到一个小房间里了 他说 你要怎么办 脱裤子 不是 他好像 他好像脱裤子 我还欠罢了 我就改话 我钱包 没钱 你这个 你这个 然后我就要说 你还要买啊 你爸爸 你爸爸 以后他们就去打电话 给那个 上面的 再打给上面的人 然后他们就打过来 然后就放了 金盘 所以Wendy说 你要带成样 然后你还得带现金 然后要分开现金 对 对 你的皮夹可以放少少的 50块美金啊 然后内裤塞一点 对 我们女生会拆胸罩 对 我们正会再补一个真正正宗的 因为这是给泡那个加牛奶的 可是我觉得样子已经很像了啦 味道也蛮像的 那巴拉圭特辑 我们今天到这边 如果你们对巴拉圭还好奇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巴拉圭的 不不不 台湾的网友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台湾人会对巴拉圭这么多好奇的 因为是邦交国 我唯一邦交国 南美中唯一邦交国吗 OK 如果你们还有更好奇的 可以尽量问我们 我们四个就是土生土长巴拉圭 那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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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